恭喜卡卡师傅终于正式拜入 泰国皇室御用周冠姓曾 孔雀王古巴阿里亚拆满下 成为孔雀王座下首位华人入室女弟子 阿赞卡卡 从此我们要改称她做阿赞卡卡 本集阿赞卡卡 泰北我罚你 会由阿赞卡卡带大家拜访多位泰国高僧和阿赞 还会带你大开眼界参观壮观的佛址 为大家示范不同门派的拜佛求神秘诀 请大家开运招财贴士 祝你事半功倍 第一集我们会拜访泰国皇家御用法力大师阿赞卡 阿赞卡卡是泰国皇家御用认可的白衣大法师 经常受到皇室贵族颁发的奖状 不说你不知 师父还伸兼多职 他是泰国军方的高层官员 经常出席泰国官方的会议 同时也是泰国沙马公古法赤府公会的主席 在泰国的地位很崇高 徒弟也遍布东南亚各地 很多名人 艺人 政治家商人 都会来拜访师父 增强运势 阿赞卡卡的信仲遍布泰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 人比法曹操 生西亚 302 3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剛才師傅跟我們說要貼八片的金箔 第一個額頭是人魚魅力 這個是團力 另外這個嘴是口似零利 更加人聽到你 這個是灑點礦的法門 另外就是黑 令你的心越來越強壯 最後就是貼雙手 我們叫招財多多的手 有些淺氣味 這就是八片金箔 怎麼可能不貼呢 一定要貼吧 沒錯 我們的儀式通常會拜師傅的師傅 師傅這裡有兩個特色的路士 貼金是星雲法事裡最常見的一種法事 貼金薄的數量越多 師傅所需要注入的法力也越多 師傅會用他獨有的人緣油或人緣膏 塗在善信身上 因應貼金的數字貼上相應的金箔 這次我們做的是八金貼金星雲法事 有招財、星雲、增強人緣和口才的作用 師傅會在善信的面上 舌頭、胸口和手掌上貼金箔 每一片金箔都是泰國真金製成 亦都已經經師傅開光加持了 而貼在善信身上的每一片金箔 師傅都會親手為他畫上一個符咒 每一個符咒都是增強財運人員 和聲韻的符咒經文 金箔會融入善信的體內 而師傅在金箔上面寫的符咒經文 亦都會隨之加持到善信身上 中共能把我鞠躭言直復 這些人都不會再說 要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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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說一句話 做一句話 女人很抱歉 中國人 MuNameNaSuiSotaGhudaPudhitaPyid HaiGirnaRakMoRakPudh RakKatAraRakYahNamoPudhayaNamoSakkaya IsaHekameJuruPaySelizikalaTateChantariKes PudhaTaniSatunoNaMoPudhaya 剛才提到馬駕翹是個周冠的和餐 很高很得光望重的師傅 這碗風波最厲害的是個不缺錢付款的師傅 他做給他的獨立位置 使用人員膏來造成的模像 由阿棧翹師傅親自開光加持的人員由 用了108種增材的植物和純金箔 可以提升個人魅力 在日常生活中 光在你和人相處得更融洽 工作上又會更順利 說話都更有說服力 有人緣招財人見人愛的功效 做人緣高的位置就充滿了經文 每次上來 阿鎮橋都會很不倫色地拿去一些很厲害的東西出來看 現在他正在掃影片 通常都是這樣 我想說我很少看到師傅會放真正的鎮橋 這是一個乾絲BB 傳統的鎮橋是像一絲兩命 在肚子裡湯開之後 不經刺到我拿出來的BB 有些陰法師傅拿來提供陰法的法術 鎮橋來說應該算是最厲害的 可以幫你招財、人緣等 但是那些是要還的 而且那些是強勁搶別人的錢 而且反制也很重要 那兩個東西都不重要 如果放在阿鎮橋師傅的陰法 應該是他純粹幫他超度 令到希望他可以快點作為投胎 因為阿鎮橋不是很陰法的師傅 原料也是那些 但有些看你怎樣用到 今天就拜訪了阿鎮橋師傅 大家就看到我身為一個師傅 都會選一些師傅級的師傅去拜訪 剛才也知道他也做了很多 教我們這些懂得算命的師傅 怎樣去做一個更精準 以及更好的一個名理上的做法 現在其實有很多泰國新進的年輕師傅 想講解多些為何會選擇一些老式 還有一些正法的師傅 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 還有一些正向的師傅 很值得去拜師 阿鎮橋是其中一位 下一集我們會拜訪金面人員專者 阿鎮蘇賓 就連天皇成省郭富城 都會特地邀請阿鎮蘇賓 幫他的演唱會開光拜神 同場我們會體驗貼金星運法事中最強的法門之一 金面娜娜通108金 根實阿讚卡卡,泰北我佛利 阿鎮蘇賓 2 3